我們節目一直以來 都在做車輛的評比 但是今天的節目內容 不太一樣囉 為了讓觀眾朋友們 更了解最新的汽車資訊 我們將在每隔一到兩週的時間 推出新聞單元 要跟大家來聊聊 發生在全世界的車談大手勢 我們先來歡迎今天的來賓 歡迎鄭婕 還有小葉 丁丁 以及吳岳 其實發生在有關於汽車的新聞 每天真的是層出不窮 觀眾朋友除了可以靠網路 來搜尋這些新聞之外 現在就可以鎖定我們節目 好好的來掌握一下 有關於海內外最新的車市訊息 而講到最近 剛在台灣上市的一些車款當中 最受到矚目的就是來自於 義大利的洪宗烈馬 那就是Ferrari 他有了一個新的動作 那就是將他們旗下最新的一個產品 帶到台灣來展出了 現在就讓我們一起好好的來欣賞 並且感受一下 集結了激情的賽道 以及性能之大成的Ferrari 488 Pista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到的是內湖的法拉利展間 今天天氣非常炎熱 不過呢 這個法拉利展間跟平常不太一樣 平常呢 我們可以很直接的透過透明玻璃 看到裡面的車款 今天 法拉利把它用霧面圍繞起來 為的就是什麼 這輛全新的 法拉利488 Pista 想瞭解所有488 Pista 所有訊息嗎 跟著我們走就知道了 現在這輛就是 全新的法拉利488 Pista 這是首次在台灣演出 而之所以為什麼叫做Pista呢 其實Pista在義大利文的意思 就是賽道之意 那取名為賽道之意 就代表這輛488跟GTB 有很大的不一樣 首先呢 我們看到它的車頭 它的空力桃間 就可以展現完全不同的風格 除了空力桃間之外呢 它整體的前保桿啊 包含到引擎蓋 以及前面的行李蓋 它都是採用碳纖維製造的 這就是為了輕量化的過程 而這整體488 Pista 它比488 GTP 還要輕了90公斤之多 讓整體的車重來到1280公斤 而90公斤呢 對於這輛要在賽道上 駕駛車款 其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我們來看喔 它這個空力桃間呢 它除了原本 就有的孔洞之外 它在下方呢 也增加很多翼板啊 來增加它的下壓力 這層體的空力表現呢 包含從車頭 一直延續到車尾呢 它的下壓力呢 比起488 GTP 還要增加20%之多 那這對於在賽道上的操控啊 不論是在彎道 或是直線上的表現呢 都會讓它比起 488 GTP還要更強 但其實我覺得 488 Pista 可以這麼強的原因呢 在於它的引擎 所以我們現在往後 來看到引擎的部分 剛剛有講到喔 其實它的引擎蓋 也是採用碳纖維打造的 為了去輕量化 但是其實 引擎本體也非常重要 它在引擎本體 是沿用488 GTP 這個引擎沒有錯 不過呢 它有多達50%的零件 都採用全新的設計 而且它比 488 GTP的引擎 還要減輕了10公斤之多 不過它的馬力 沒有因此而減弱 它比488 GTP的馬力更大 這顆引擎的馬力 突破了700P的水準 而且在它的 渦輪輔助之下 還有換檔的 邏輯輔助之下 它的渦輪池制 可以說是沒有 據原廠表示呢 這樣的表現 跟7.0 V12 就是多缸的 自然進氣引擎 開起來的線性 是一模一樣的 這就是為什麼 這輛車可以在全球 這麼受到歡迎的原因 也是為什麼 488可以把Pista 也就是賽道之一 用在這輛車上面 當作它的名字 車尾部分 我們也看到 它一些空力套件的改變 不過呢 這整體看起來 跟488 GTP率 其實沒有太大的分別 原因在於 其實488 GTP 原本的空力效率 就非常好了 但是在這輛車上 做了一些細部的微調 讓它增加了20%的下壓力 再來我們看到 車內的部分 其實車內的部分 一樣維持了一貫 法拉利它該有的水準 整個中控台的部分 也包括了 非常多碳纖維的材料 為了就是讓 這整個駕駛的氛圍 更有性能的感覺 而且在方向盤的部分 維持著法拉利 一貫的F1風格 在所有的按鍵 都可以在方向盤這邊完成 所以其實你在 其他的中控台 或是一些中央扶手部 甚至沒有太多的控制按鈕 在所有的燈光 或是方向燈 以及雨刷喇叭 還有控制行車模式的旋鈕 全部都在方向盤上面 不過其實我覺得 這輛車最強的地方 在於它的電控系統 大家都知道 法拉利有F1的科技加持之下 它使用的是 SSC 6.0 側滑角偏移控制系統 這套系統 強大的地方在於 它可以結合電子插速器 以及懸吊的控制 讓你在彎道中更加穩定 不過我覺得這一套系統 真的太深奧了 想要了解更多 我們一起到棚內 跟來賓們一起聊一聊吧 看完吳岳的外景介紹 發現488 Pista 真的搭載了不少科技 那小葉你也幫我們分享一下 好啊 可是我看了這個影片 第一個感覺就是 我覺得吳岳現場比較帥 是因為車帥人也跟著帥人 有可能 這已經開始人生攻擊了 人生攻擊 這個是個讚賞 好 我們回到主題 關於這個賽車 跟這個量產車這個關係 我覺得先跟大家分享一個諺語 你知道在車坦 我記得沒錯 是福特的創辦人講 那個英文叫做 Wing on Sunday Sale on Monday 中文就是說 你在假日的 就是禮拜天的時候 你賽車可能得獎 一禮拜一就會賣車 是 所以這個關係就是說 我只要 就其實有像 比如說像有些名人 或是他的身上的一些東西 我們那些粉絲就想要去買 對不對 這是一樣的意思 你在賽道上表現得這麼好 代表這個車廠的造車科技是厲害 性能是好的 就會有助於一般市場上的銷售 那法拉利在這一塊 一直是無庸之一 一直做得很好 好 那我們講到488 Pista Pista就像剛才吳岳講 它是賽道的意思 所以它用了很多賽道的科技 那因為我們知道法拉利 它有分V8跟V12這個兩個系統 那V8這個其實不只在488 其實從當初在360 在430還有到458 其實都一直有這樣 賽道版的車款存在 好 那我們回到這台車上 其實我們可以從 剛才吳岳的介紹知道 從外觀到內裝 它其實都有很多賽車的科技 外觀上很重要的是 空氣力學的導入 因為我們都知道 其實你賽車在賽道上要跑得快 除了我們基本像懸吊 還有輪胎的選擇以外 空氣力學是這幾年發展的 相當好的東西 我們可以利用空氣 比如說在有些需要高速 需要下壓力的賽道上 可以讓它在過彎的時候 極限更高 所以當然有時候不一定是 就這麼需要高下壓力的時候 可能這個空氣力學就可以調整 那這台車上 它不管是從車頭前面 因為我們知道車頭是撞風 也就是我們遭遇到空氣的時候 最大的面積嘛 那這個空氣來的時候 有時候會造成車輛的抬升 就是說空氣從車頭以外 它也會從車底鑽 所以它設計這個叫做S導管的設計 就是說它可以讓這個下面的空氣 適度的從車頭的這個導管上去 所以它可以增加車頭的下壓力 減少太升效果 那還有像它的分流器也好 像它的圍也好 其實整個設計來說 都是延續它 像法拉利他們現在有參加 比較主要兩個賽事 一個是他們世界的耐力賽 那它的488GTE 還有一個是他們自己的統一規格 那就是488Challenge 那他們把這兩個賽車 都拉到身上的時候 讓這個488Pista 它的本身的下壓力 叫他們現在標準版的488GTE 就足足多了兩成 好 那我們再來看車內 車內其實呢 跟一般賽車還是有差別 因為其實一般賽車 如果我們有看過 那種488的這種比賽場車的話 其實內裝主要都是以功能導向 它其實比較沒有美感 我覺得必須講 所以呢 因為畢竟這個是市售車嘛 你看台灣的售價 逼近兩千萬 你總不能我花了兩千萬進去 一個像那種工程模式的駕駛裝 我就開了就不高興了啊 對不對 所以它其實內裝 還是有很大量的碳纖維 還有它的類伎皮 對 還有呢 它在那個我們腳踩的地方 以前可能就是地毯 它現在把地毯拿掉 為了營造那個 更直接的引擎聲浪啊 像廠車一樣的 對 所以它變成那種鋁板 可是這個壞處 就因為它這個輪胎本身 也是熱熔胎 所以你那個石頭打壞的聲音啊 還有整台車的 其他外界的聲音 其實會更明顯 可是為了就是要營造 像賽車一樣的東西 好 那重點來 剛才吳玥很棒 是他把重點丟給我 還要叫我講電控的東西 其實這個東西非常的複雜 我們剛才講 像吳玥剛才講的這個 SSC 6.0嘛 還有像它這個是線滑殺出器 也是電子式的 它的懸吊阻 也是電子式控制的 非常多像F1的循跡控制系統 還有重點是它把這個賽車的東西 第一次導入到量產車 叫做FDE 動態強化系統 我們簡單說 我們講一個大家比較容易了解的話術 就是說它可以利用像是 差速器的控制 煞車的控制 懸吊的控制 去讓你車身在過彎的時候 極限更高 操控表現更好 甚至可以允許 在某些模式 駕駛模式下 你可以比較大幅度的甩穩 熱序更高 因為其實會比較偏向賽車駕駛的樣子 這就是我覺得488 Pista最主要的特色 所以其實488 Pista它真的承襲了 剛剛你說的 就是488的Challenge跟488 GTE 它們在全球賽道上面豐富的經驗 都融入在這一款車上面 所以我們可以說Pista它是一個準賽車嗎 其實就像我剛才講的 就是我們要在道路上開的車 它還是需要道路法規 跟我們這個賽車在賽道上開的 它是符合賽事規則 其實這兩個還是有差別 賽車就是我不用舒適 我極限就是以奪冠為重要 我一般的道路還需要一些安全法規 還有舒適度 就像我們講的 你花了一千九百九十幾萬 你還是要有一定的舒適性 所以這方面的差距就還是有差別 你說它很多賽車的基因 可是它並不是完全一樣的賽車 不過講到超跑 其實最近在台灣也發生了一件令人遺憾的事情 那就是有一台小牛 在進入隧道的時候 然後不小心失控 然後造成了意外 那我要問一下正姐 這其實會給人家一種感覺就是 好像開超跑真的很容易失控是不是 基本上我們先來定義一下超跑好了 我們一般人對於超跑當然很容易聚焦 但是一般人看到 首先會看到的是它很漂亮的外型 很流暢 而且很高調 讓人一看就很羨慕 其次再來我們如果是車迷的話 我們才會關注說 像剛剛它的性能 它的技術 它的一些各方面的表現這些 但如果實際上有開過超跑 或者擁有超跑的人 其實還有一個比較隱性的一個東西 大家比較不會注意到 那就是它的聲浪 因為你畢竟車子要發動才會有聲浪 對 所以像這個案例 我當然不能保證說 它到底是為了什麼動機 而去做這個事情 但是在我們以前的試駕的經驗裡面 確實不少的媒體 不少的車主都有所謂的炸隧道 炸隧道 對 所謂炸隧道就是到了隧道裡 車都還要到隧道裡 然後由我們一拜退檔 然後來聽那個引擎聲 因為這種車子的引擎 真的對我們這種愛車人 來講 那真的是天賴 那你想想看 你把車子放到隧道裡 再把這個天賴擴大 那就好像 對 那個共鳴整個起來的時候 那個真的是會熱血機 但是不管怎麼樣 這是錯的 對 而且你知道嗎 開在隧道裡面聽到這些聲音 尤其是我們正常的駕駛 真的很想白眼 會覺得 到底是誰啊 其實我個人的感覺是這樣 白眼是很正常的狀況 可是我們更怕一件事情 有些規規矩矩的駕駛人 他可能聽著音樂開的車 就是很順的這樣開 結果你後面一台車這麼大的聲音 然後一個光線 你的車燈就這麼快 從後面就這樣逼近 你有的人如果駕駛經驗不足的話 他可能手足無措啊 會緊張 對 甚至他可能做錯的動作 反而導致去影響到你的車子 然後你就算開得很快 你就會像這個狀況 你一旦發生著緊急的事件 因為你速度又過快 你就沒有辦法即時的閃避掉 造成這樣的憾事 那我想請問一下 炸隧道這算是合法的嗎 當然不合法 不合法所以警察可以取締嗎 應該是這樣講 超速就一定不合法 對啊 除非你真的退到一檔 然後就是 可是以超保重車子的這樣 就算一檔 如果真的拉到紅線的話 有時候也是近擺 甚至破擺公平的 基本上還是以台灣的隧道的限速法規 應該都會是超過的 對 為了安全起見說真的 你既然有錢買得起那輛車 我相信你花一點錢 去賽道上跑一下 對你來說 不會有什麼太大的花費 甚至你在車庫裡面踩空轉有沒有 你自己怎麼聽都隨便你嘛 對 炸車庫 對 安全至上 不要一氧化氮中毒就好 不要炸排骨就好了 是 是 是 但是說到賽道 最近英國舉辦了一個 Good Wood Festival嘛 對不對 那這是一年一度的 小燕你跟我們分享一下 它這個是速度加年華 中文來解釋的話 其實這個東西它有一定的時間了 好 我們先來追本溯源一下 這個速度加年華 其實舉辦的時間 我記得是1993年 但是主要是因為 當初這個賽道 它其實非常久了 年久失修 所以它已經不大符合現在的法規 可以舉辦賽事 所以當然就會門可羅雀 沒有人要來的嘛 好 那那個時候 這個賽道領地的擁有者 他就決定說 不然我來想個辦法 我們來辦個類似那種車友聚會 對 他就想說那我們來辦看看 一開始他其實就想說 應該參加的人還好吧 他就先發了 好像是一萬兩千張的邀請 結果來了兩萬五 所以就一舉成名天下之 現在就變成說各大車廠 因為它第一個 它有歷史 所以你會發現 它那個賽道上旁邊那個甘草堆 其實很特別 所以很多人不管是新車也好 或是比較有歷史的品牌 想要在那邊辦一些比較有歷史的 車系的發表什麼 其實你就會選擇在這個賽道上 好 那我們現在講到這個賽道 主要是因為 我發現一台車 你知道其實有一個品牌非常有名 它叫SINGLE 就是我們歌手那個SINGLE 它其實很厲害的是 它會把以前的保時機的911 經過他們的橋手 重新設計 重新打造 就是說我讓你保有原本的經典的外型 可是你看到的東西 其實全部都用現代的科技打造 好 那這個東西它選擇在 這個嘉年華之前 其實就有先消息發布就是說 當初這個SINGLE 它跟我們知道F1的威廉斯特隊 旗下有一個專門的動力研發的單位 他們就合作 他們把當時1990年代的 那個時候911的一個4.0聲的 嘴邊對我一起重新打造 你看它沒有SINGLE的技術 然後還有這個F1的科技 我在維持當初這個架構下 導入大量的現代的引擎的科技 所以它的馬力500匹 然後我們就很期待說 這個引擎到底什麼時候才會搭載在 SINGLE自己的車上 就是在這次的嘉年華上 它就發表了 所以它搭載這個引擎的 第一台911的SINGLE 911 DLS 發表在這個嘉年華上 你會發現很厲害的是 它還是維持當初964的造型 它甚至還有一些像911 RSR的一些 賽車的元素在裡面 可是全車都是碳纖維 那車內還是有維持一些 那種手工皮革的FU 你把手工皮革 碳纖維融合在一起 就很像是很前衛 可是它又有復古的感覺 對不對 那重點是它又是限量 很有可能是全世界只有限量 75輛 所以你捧的現金 你可能都不一定買得到 所以你這樣講起來 感覺上這顆引擎 好像比PORSCH自己現有的 都還要更加的厲害 更加強悍 那除了剛才你講的一些特色之外 它有沒有其他相當特別的地方 其實我覺得它的一個精神 就是說當然以現在 它們跟保時機的動力科技比起來 我覺得誰勝誰負 這個還很難講 因為畢竟它還是委託 像威廉斯特瑞這個動力單元 幫它們設計 可是我覺得它一個很重要的精神 就是說它希望不要破壞原本的經典的樣貌 不然它其實很快 我直接跟保時機 用現在的引擎放進去 我是不是更快 我幹嘛花這麼多時間 還要把原本這個引擎重新review 然後來找這個 這麼厲害的parna 來一起合作這件事 它們的關鍵就是要說 我要這個經典的外型 我要當初964這個引擎 可是我要它開起來 不會輸現在的保時機911 我那個車主感覺就很不同 你看我開的是 可能是20年前的保時機 可是我開得比你還快 我比你還稀有 我覺得那個心理的感覺是不一樣的 對 除了剛才小葉分享的Singer 911 DLS之外 在這次的Goodwood上面 鄭杰你有沒有發現一些 比較經驗的車款呢 這次其實應該要講說 Good的這個嘉年華活動 我們永遠對於一個車迷來講 我們永遠都可以看到 各種不同的亮點 對 因為汽車歷史這麼長 所以從以前到現在所有的經典車 包含到最新的車廠推出的車子 我們看到 我們都會覺得很高興 但是其中有一台車 我可以覺得可以特地的提出來講一下 裡面有出現一台1965年的Ford Mustang 1965年的 就是最早第一代的野馬 對 野馬當然很多人玩 然後這車也夠經典沒錯 但這不是它的重點 重點是在於 我們剛剛小葉就有講 Good基本上它是一個 比較像是表演性質 秀車性質的活動 雖然聽起來有點像賽事 我們有時候也會以賽事稱呼它 因為它其實是有兩條賽道 一條是鼓舞中原裡面的一條 三點多公里的賽道 另外一條是爬山道 有1.86公里 對 雖然說大家是在賽道裡面開車 但是快其實不見得是 最主要的一件事情 特別是中原裡面 大家就是秀 把自己擁有的老爺車 經典車 或者很厲害的以前的賽車 讓所有車迷都看到 它狀況很好的在奔馳 然後在這個情況下 爬山賽的部分 確實競速還是人的天性 所以其實它還是有賽道紀錄 但是並沒有那麼的吹到一敗 說一定要比誰贏誰輸 目前我們所知道的 現在爬山賽道的最快速度是 1999年的時候你開Feo 它開的那時候的 麥阿倫的F1賽車做出來的 所以也還是有人在做這個速度 不過就剛剛講的 真正的精神是在於秀 秀你的經典的車 所以在這裡這台Mustang 它是怎麼樣你知道嗎 它居然是一台自動駕駛的Mustang 半個世紀前 五十幾年前的Mustang 它用1965年那個車款 然後把它改裝成自動駕駛的車 是 酷喔 而且它很有趣 因為它基本上的機械架構 還是維持原來的 一代的Mustang的 我們都知道一代的Mustang 那時候性能 當然在那個年代算不錯 但從現在的角度 它的直六引擎2.8的話 才104匹馬力而已 可是以前那時候是很頂點 對對對 然後它是最頂級的4.7的V8 也才200匹而已 現在一台Golf GTI 都還比這個快 對 但是沒關係 它把它裝了自動駕駛系統 但它的自動駕駛系統 跟我們現在所謂Level 3 或者Level 2的半自動 不太一樣 它不是透過攝影機啦 偵測雷達這些東西 再去立即運算 它很好玩 它是把賽道整個掃進去 等於掃了整個賽道的 資料 然後路線 然後GPS這些去輔助以後 等於存在它的中央的那顆電腦裡面 是 然後有點像是背 然後我們在考試的時候 用背題目的方式在開 所以很好玩的是 其實我們看到實測的畫面 它其實是走得有點跌跌撞撞 好像喝醉酒一樣這樣子 有超出車道嗎 還是 有 其實有 還好 它們可能預先有想到這件事情 所以它們上面是有駕駛人的 還是有人 所以從畫面中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那個駕駛人有稍微 真的太離譜的時候 它有稍微舊一些舊一些 後期有走得稍微順一點 不過就是因為它是靠GPS 再加上這樣子 畢竟跟我們實際用感知器 或者用攝影機比起來 它還是沒有那麼及時 所以這比較像是一個示範性質 順便是做一個話題 讓你可以感覺到說 原來經典車也可以這樣子 而且你現在想想看 以後萬一未來再過20年30年 路上的車都是自動駕駛的車子 都是油電車或者純電車的時候 搞不好我如果有一台經典車 我是不是搞不好可以去改裝 改出自動駕駛 或者改成純電之類的 這樣子也讓我的老車 可以跟上時代 也不會再像之前大家在罵的 萬一空污法變嚴的時候 我老車不能上路怎麼辦 是 光這樣聽我就覺得很有趣 你知道我聯想到什麼 家裡的掃地機器人 他要多跑幾次之後 他習慣了這個賽道 之後他會表現得更好 沒錯就是這樣子 要學習 但說到這美式肌肉車 真的是非常吸引人 不過日系的車廠 也有新車喔 吳玥 其實日系這幾年 對於跑車的那種渴望 又漸漸萌發出來 尤其在小跑車部分 像是最新的MX-5 這台車出現之後 大家又掀起對那種 MX-5的熱潮 那Toyota Supra 就是它最新發表的車 在Guru的賽道上 進行一個動態展驗 它是全世界第一次進行動態展驗 以前我們都只看到偽裝照 對 對 對 那其實這一次呢 Toyota是以這個 傳奇回歸的名義 把這個Supra引進回來 因為其實我們知道 它從在20年前的時候 2002年左右的時候 就已經停產了 它在停產之後到現在 都沒有任何動作 那在Toyota賽車部門的研發 也沒有任何的新產品出現 所以這一次回歸之後 其實車迷都非常期待 那這輛Supra 我覺得它最好的地方在於什麼 它這一次也是跟BMW共同合作 以前我們知道 像是賓士跟雷洛尼桑集團的合作是 Q30 Q50這幾台車 對 那我們以往想要買到 日皮德谷的車 只能買Infinity 對 那現在呢 你如果想要買到 日皮德谷的跑車 對 你可以買這輛Supra 它的底盤啊 引擎都是共用的 所以其實它跟BMW共用之後 你也可以知道它的引擎 一樣是直六 因為BMW最知名的是直六引擎 那從以前的Supra 就是直六引擎 後輪驅動 所以它到這一代的Supra 也是同樣維持直六引擎 後輪熏頭 而且是用什麼BMW B58的引擎 直列六缸 然後雙增壓的效果 可以達到三百多匹 但在未來也有可能推出 更性能的版本 達到三百八十匹的版本 所以對於很多車迷來講 他們對這輛車的期待 真的非常的高 所以聽完五月分享了 所謂的牛魔王 Toyota Supra 它又回歸市場了之後呢 到底GOO上面還有哪一些 令大家眼睛為之一亮的車款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待會繼續討論喔 除了剛才我們看到 Toyota在這次GOO上面 它有一個Supra來展現之外呢 其實同集團的Lexus 也在這一次的嘉年華會當中 展出了一個比較特別的車款 是不是休旅車啊 丁丁 對Lexus這一次在GOO的 也同步推出了UX 在做動態展演 那UX它在日內瓦車展 今年的日內瓦車展 還有紐約車展 它其實都陸陸續續在 做靜態的發表了 那這一次就算是 第一次的動態展演 那而且原廠比較特別的是 它這一次準備了UX250H 它比較想要強 應該就是比較想要強調 在整個油電系統提供的EAWD 電子四驅莫尼的狀況下 那它在整個操駕的反應啊 或者是說穩定性 它會更好 畢竟這是一個賽道的展演 對 然後另外在UX上面 它現在有兩種車型 就是UX200跟UX250H 兩個車的平均油耗 其實都還蠻漂亮的 在原廠公布的話 UX200是14.8 UX250的話就有將近17的平均油耗 所以來 而且這樣子就可以配上它的 很帥的外型 很有質感的內裝 去吸引他們原廠所謂的 遷徙世代 就是平均年齡大概在30到40歲 然後消費能力充足 在意品味 在意質感 然後它喜歡開一台漂亮 有型的車 內裝質感好 而且重點是性價比要好 經濟省油 實惠這樣子 所以其實這個UX 是不是真的就是取代 原本的CT200H呢 對 它很明顯 其實就是原廠要接替CT200H 因為他們不打算再做一台 像A-Class 像一系列的傳統小車 傳統先輩小車這樣子 了解 那我想要好奇問一下 在台灣會上市嗎 對不對 會 很快 那預計什麼時候 而且價格大概多少 非常快 原廠 在日本原廠 UX預計是十月開始生產 那我們按照進度 或者是說 和泰在引進的速度 最幾年都很快 所以年底前 應該就看得到車了 應該就會做一些展示 或者是說 邀請大家上車 然後後面的認證工作弄一弄 應該是明年初 我想就可以交車了 價錢呢 價錢現在預計應該會是 一百四十萬到一百八十萬 那看它有沒有機會 能壓在那個 貨物稅減半的優惠幅度下 如果它可以通過這個限定的話 那我想UX的競爭力 應該會是不錯的 在價格上 好 我們所有車迷也敬請期待了 那剛剛介紹了幾部車之後 其實呢 吳越也幫我們跑了一個 新的發表會 這個發表會是講輪胎的 跟行車安全非常相關的 我們來看一下VCR 大家好 我現在正在健身房跑步 為什麼呢 因為製作人說我現在長得太胖了 沒有像阿布一樣有精神的身材 所以現在在健身房裡面做運動 健身一點 好啦 跟大家開個玩笑 其實呢我們剛剛看到這個跑步機 是裝在這個大型的輪胎裡面 而且大家現在看到大型的輪胎上面 有什麼標誌 Mitchellin 沒錯 今天我們來到的就是 米其林的Primacy 4發表會 至於這條輪胎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嗎 跟著我們看下去就知道了 那我們這邊就要請Mike來我們講解 為什麼這一條米其林的Primacy 4 在濕地的性能可以這麼的優秀 這次的Primacy 4有導入了Evergrip科技 分別是在橡膠以及胎紋的設計上面 有不一樣的產出 那首先在橡膠的部分 這一次我們除了導入了大量的細配方之外 也使用了複合體能夠使得 橡膠的分子能夠穩定 也就是說能夠在新胎跟舊胎的時候 抓地力及排水性一樣的良好 至於在溝槽設計方面的話 這次我們使用了M字型的溝槽 能夠增加摩耗胎22%的排水力 也就是說不論是新胎或者是摩耗胎 排水都一樣良好 所以它增加了溝槽的部分 代表就是說它的接地面積是變比較少 那如果它的接地面積變比較少的話 那針對其實大家最在意的抓地力部分 會有影響嗎 基本上是不會的 因為這是就像剛剛提到 這是Evergrip科技 所以在抓地力跟魔耗性方面都有特別的加強過 OK 那我們剛剛其實看到簡報上面呢 它有寫說其實台灣人最在意的是寧靜度表現 就是有一項是寧靜度的部分 那這一條Primacy 4 如何在寧靜度的部分做到更優秀的演出 這次我們在胎塊的底部有增加第二代的靜音樂條 也就是能夠讓胎塊跟胎塊之間做自鎖的動作 當輪胎在滾動的時候能夠互相的支持 而不會任意的變形 能夠降低空氣共振的一些噪音 這是我們這次的靜音樂條的發明 喔 剛剛講到胎塊部分 其實我剛剛看簡報有注意在看 它胎塊的部分上面新增了一個換胎的指示文 特別就是在胎間的部分 我們做個三角形的指示 能夠讓消費者能夠更清楚的 找到所謂的魔號指示點 確認正確的換胎時間 不過Mike啊 我們在這一次的發表會特別看到 這邊有三條不同樣的輪胎 這三條輪胎代表是什麼東西 我們這次的Primacy 4 特別是針對了舊胎上面有做加強 也就是說我們不論是新胎或者舊胎 也就是魔號過的輪胎 它的抓地跟它的排水性是一樣的良好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有個全新 魔號過跟魔號字2mm 所以代表這條Primacy 4的輪胎 魔號到2mm 就是換胎指示線的時候 它的魔號表現都是一模一樣的嗎 它的濕地自動表現都是一模一樣的嗎 應該是說這次因為排水溝槽的改變 增加22%的排水中間 所以等於說在魔號的輪胎上面 我們也比一般或者是前代產品 更加的能夠排水 所以在濕地自動方面能夠更加的優秀 OK 所以代表就是說 其實消費者即便他把輪胎用到剩下2mm 也就是換胎指示線的時候 他其實還是不需要太擔心 他的濕地自動能力的是嗎 是的 不過呢我們這邊提醒觀眾朋友 在法令規定的情況下呢 其實達到1.6mm的時候就必須強制換胎 不論是為了你的荷包著想 或是為了你的安全著想 該換輪胎的時候就換吧 聽完剛才吳岳的介紹之後 我發現這條輪胎真的還滿神奇的耶 因為它不只是在濕地上的表現 甚至於抓地力還有寧靜度 表現都相當的好 小燕你是不是對這條輪胎 特別有研究啊 是有一些研究 不過我又看到吳岳 我要收回剛才的話 我覺得好像吳岳其實 現場沒有這麼活潑的 它在裡面感覺比較活潑 好 那是開玩笑 重點是因為呢 因為我本身 其實我剛才聊過才知道 其實我跟丁丁都是用 它這一款的上一代 所以我們對這個輪胎 其實都有一些使用心得 其實米奇林很聰明 是他們在導入這顆胎之前 在台灣還沒有上市之前 它其實就偷偷地做市場調查 而且它調查得很徹底是 它先找來各個不同面向的 行業的駕駛 然後五個人 然後給你們每個人一條Premise 4 然後你用了大概 比如說從一月用到大概五六月 我在回收你們這些的心得 他們這些選的有像是 多元計程車的司機 Uber的司機 還有一些比如說像以前 汽車相關行業的人 他們去搜集 我覺得他們共通點跟米奇林 所強調的完全一模一樣 第一個就是排水性很好 他們會發現像 比如說最明顯的感受是 我們在行經高速路段的 像高架橋路段都會有橋面接縫 我們都知道橋面接縫的材質不是柏油 它可能就是金屬表面 它是光滑的 所以呢 過去的時候我們通常都會有 車輛側滑的一點感覺 那當然它這條車 它不可能完全抵銷這個情形 可是它可以把這個情形 降到比較低 可是我們還是必須要 再次提醒消費者 不要因為這樣的性能 就是超速危險的行駛 這個是不對的 對 好 那還有像是 還有我碰到一個很特別的車主 它是電影相關工作 它是製作人 它常常需要上山下海 在山上有可能 前一刻這個山是下雨 可是翻過這個山頭 另一邊就沒有下雨 所以你瞬間遇到這種 濕滑路面的時候 它的排水性很棒 那還有一個車主 我記得它是開Lessus Lessus 最大的 大家為人常知道的優點 就是說它很安靜 而且它又是開的是 Hybrid的車 所以它對於聲音特別支柱比較 它就發現說 我換了這顆胎之後 我的行駛的寧靜度更棒 所以這些東西都不是我們說的 也不是我們自己去聽醫院廠說的 是這些消費者跟我們分享 所以透過這五個消費者的經驗 讓我告訴我說 因為我本身就是這顆胎 前身的使用者 我覺得它的排水性 我覺得它的寧靜度跟耐磨度 其實我覺得都很棒 如果它可以再針對這些面向 因為我自己本身又是住山上 常遇到下雨的情形 這個情形 如果把這個面向的性能拉起來 我覺得會讓我更有吸引力 去使用這個胎 那這個輪胎的價格定位大概是 其實我覺得延續以前米其林的定價 它可能會比 比如說你說日系胎也好 或是國產它當然會比較貴 可是米其林也不斷跟我們 強調一個觀念是 它有一些數據 它有在測試過 它比如說像是它的殺停距離 比同級對手來說 就少了0.9公尺 如果說你在磨耗過 我在濕地上又少了2.8公尺 甚至它那通級比較 它可以多行駛1萬8千公里 這代表說我的磨耗指數更高了 我更耐磨 所以我換胎的時間 機率也不會這麼頻繁 那你說你的胎單價高 可是我可以用更久啊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權衡之下 價格來說比較貴一點點 但都還可以在接手的範圍 是 沒錯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跟大家分享 這則新聞是來自於 美國的Consumer Report的調查 這個調查中顯示 新車不一定可靠 那麼因為這樣的調查 所以鄭傑你才買二手車嗎 當然我在看到這個調查報告以前 我覺得我這個習慣 不過我想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一個小故事 我其實我人生第一台車是新車 在那個時候剛考到駕照的時候 然後就買了一台 現在當然都可以公開 那時候叫做OPPO COSTAR 那個時候其實滿街跑 曾經一度賣得非常好 在進口車排行榜 甚至經常都是前三名的銷售的 有沒有發現 現在路上幾乎不會看到這種車子 對 為什麼 因為它妥占率真的超爛 爛到死了 真的是爛到底了 你現在看跟它同期的時候的小車 像MARCH 雖然說我們會說它已經老了 已經怎麼樣 可是現在路上在跑的MARCH 還很多 對 這台車那時候我記得很清楚 買來以後前三年 什麼你想得到的 發電機 冷氣壓縮機 水箱 什麼都會壞 而且不是壞了 換了就沒事 是壞了 換了 過半年又要再來 就每天就去找原廠聊天喝茶這樣子 對 所以因為這個原因 才造成我後來覺得 其實你如果買對二手車的話 妥占率不見得跟新舊有關聯 我們講回來到 剛剛這個調查報告 其實也是講得有點像的事情 因為在這個報告裡面 他們有說 為什麼買家想要買新車 其實很大的原因 像他提供的數據是 百分之五十億的消費者 他們需要的是新車保固 對 然後46的人呢 是希望他不要因為修理而造成 他們生活不便 或者是說二手車維修成本過高啦 還是說讓你顧路 造成生活不方便這些東西 這些事情都是我們之所以決定 多花點錢去買新車好了 的原因 但是這個報告就告訴我們說 其實不見得是怎樣 不一定是這樣 有些新車就像我剛剛講的 有些新車它一出場以後 其實它的問題是多的 它可能在設計的時候有一些瑕疵 它並沒有考量到 或者它在測試的過程 還沒有完全的讓這個缺點曝露出來 然後在這個報告裡面 也告訴我們 也不是說以前的車子設計得好 現在就沒問題 像他舉到一個例子 2016年的時候 SUBARU的IMPRESA 對 它的表現是非常好的 妥善率是高的 但是17年的時候 換了一個世代以後 它的妥善率整個就掉下來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它改成換代 舊的設計又不會拿來新的用 改款之後 對 是大改款 所以我們常常在講說你買車 特別是我們講說 比較問題比較多一點的 像歐系車或什麼的話 其實可以考慮 就是等小改款後 或者到最後 快要大改款前的那兩三年 一兩年再來買它 會比較安全 而且你那時候也會更多的口碑發酵 你會知道這個車子到底是 它到底好不好 容不容易壞 這個東西都可以聽到大家在講 這樣比較沒問題 你舉這個例子 讓我聯想到 最近的這個電動車特斯拉 Mano X是不是 是不是其實也是類似的狀況 妥善率也不高嗎 它其實妥善率確實也不高 特別是Mano X這個部分 我不知道兩位主持人 有沒有看過他們開門 超炫的 有 有 有 OE 還會折點角度 然後再開那個這樣子 就是那個部分 聽說10台裡面幾乎 好多台都會遇得到 有這樣的狀況 有時候又會自己好 有時候又會 所以說像這樣子的車子 算它很心很炫 那個開門真的是 全街上最重要的焦點 都在你身上 但是還是要注意這些部分 所以其實不論買新車 或者是買二手車 都有一定存在的 一個維修上面的風險 所以只要鎖定我們節目 其實我們節目接下來 會有很多有關於二手車 你要怎麼樣購買的一些 小技巧 所以大家可以持續的來關注 其實不管是新車還是舊車 就是接下來這個問題 其實也是受到大家的關注 小葉 我想問你 聽說2019年在斯圖加特 是不是已經不能柴油車上路了 對 沒錯 因為我其實本身 自己也是開柴油車 所以對這個相關新聞 再加上最近台灣比較吵得 沸沸揚揚的 關於空無法這件事情 對 這個國外新聞來的是說 這個德國的汽車重鎮 斯圖加特 他們決定要在明年的1月 也就是2019年1月 禁止柴油車 但是不要緊張 它不是全部的柴油車 它是歐盟四起 歐盟四起這個年代 是2005年的年代 所以它只要是2005年 歐盟四起 韓四起 以前的柴油車都不要上路 但我覺得最主要會有這個法規 是因為我們都還記得幾年前 關於扶持柴油門的事件 所以各個全世界的政府 都開始在注意說 柴油車好像不如你們車廠所宣布了 這麼簡單環保 所以我們就開始認真地去審視這件事情 發現好像還是真的有些問題 就是才有引擎科技沒有辦法解決的 排放污染的問題 所以他們就決定這件事情 好 但是他們有說 如果這樣子的法規 還沒有達到真的既定的效果的話 他們還會再考慮再隔一年 再把武器再加進去 歐盟武器還有兩個階段 可是我記得最早的武器是2009年 還有除了這個我們知道的 斯圖加特以外 其實不管是像很多地方 像是希臘的雅典 或者是法國的巴黎也好 甚至墨西哥城 其實他們也都有關於 這相關的柴油車不要上路 甚至有些定義在2025年 他們都希望說柴油車可能以後要禁止 把我們把老的柴油車慢慢地淘汰 因為它有一些排放物 的確還是會造成當地民眾的一些污染 的一些疾病的影響 因為我們都知道 像這些排放 它其實比較寧靜於我們生活周遭 因為它的排放是比較低的 跟傳統這種工廠來說 比較高的污染其實還是有差別 他們也希望藉由這樣子的禁止 能提升整個環境 對他們的居民的健康能更加提升 我想補充一下 就是關於空污法這個部分 剛剛小葉有講的 包括士圖加特 包括很多歐洲的城市 其實都已經開始限制這個部分 把它帶回我們台灣的場景來講 我們前一陣子很多車友 反彈的很激烈的空污法的部分 我覺得其實立法的精神也是在這裡 我們也不能說 雖然它一定會限制到 我們一定的權益 但是它立法精神 我覺得我們應該還是要給予鼓勵 因為它畢竟主要就是 讓我們的空氣可以更好 所以我們空污法一開始 現在所謂第一期的目標 理論上現在應該是 以二行程機車為主 騎士是不是就是一二騎的柴油車 這個政策其實就跟剛剛講的 蘇加特那邊的政策是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在這樣的情況下 這應該是一個全球必然的趨勢 要讓我們的環境更好 要讓我們的東西更進步 就必須要往這個方向走 對 所以也因為是這樣 所以現在有一些車廠已經開始慢慢的跟進 像Bobo它已經漸漸的不再生產所謂的柴油引擎 像這一次他們發表的S60就沒有柴油的車型 而且他們也說了在未來XC90 只會發表所謂的油電跟純電動的車款 那五月是不是真的是這樣呢 像現行的XC90距離上一代 也是一代XC90有十二年之久 那現在有報導指出 它在2021年 也就是大概兩三年後 它所推出的下一代XC90 將會是純電 或者是油電 就完全沒有柴油 但我覺得這個趨勢是可以看得出來的 因為Volvo它一向都是以環境 還有一些環保的液體 然後安全這些為主 那在於柴油的排污是不是真的比較高 那其實從不管從數據 或是一些排放的標準來看 柴油的確是高了一些 當然它的大扭力 不可以說它的表現是不好的 它的確扭力比較大 只是它的排污比較高也是四十 所以Volvo在這一塊 它從現在最新發表的S60開始 就沒有柴油引擎 那我相信未來漸漸開始發表的 不管是四十車系 或是新的車款 我認為他們應該都會把柴油引擎 完全拿掉 那慢慢的加入了一些馬達 或是油電混合系統 我覺得這個方面 他們整個集團的執行策略也是這樣 因為他們表示 我們不可能把所有事情都專注在 這麼多面向上面 我們今天如果把柴油這一塊收起來 那我就可以放更多的心力 在電這一塊 所以不管是它的T8油電混合系統 插電式的油電混合系統 或是它的一些渦輪科技 像是T6 T5這些引擎 再來一個最重要的 我認為是法規方面的問題 因為其實在歐洲很多城市或是國家 慢慢的漸漸的開始規定 只能銷售有電動馬達的車款 也就不管你是油電或是純電 但是你一定要有電動馬達才可以 但說到這個油電混合的動力 我要問一下丁丁 賓士在這方面也很在行 他們現在的導向是EQ Power對不對 對 EQ Power是在今年的日內瓦車展 正式發表一個電動植品牌 那當初第一次是用S-Class的560E 的車款來做發表活動 那那一台車是搭載3.0 V6渦輪引擎 然後再加上就是後製 背在車尾的那個電動馬達 那這樣子的話 它可以讓這台車達到平均油耗 四十七公里以上 四十七 對 它是非常節能的效率 那下一步它就是開始往E Class C Class比較入門的車款 去發展 那但是比較特別的是 賓士在E跟C的那個 油電混合系統上面 它用柴油引擎配 它用現在這一顆 就是在E220D上面的2.0柴油引擎 然後去配上電動馬達 然後去做這一次的油電混合車型 那因為其實從上一代開始 上一代的E Class Hybrid 其實它就是走彩電混合 然後他們在意的是 這樣子的組合 其實是更有效率的 在不管 因為柴油引擎的低油耗 然後電動引擎再去適度的輔助 它可以讓整個油耗值 降到非常非常的低 對 那至少而且電動馬達 它可以去彌補 柴油引擎在低輸出 低轉速的時候 高排放的那種污染 對 好 接下來呢 觀眾朋友你要仔細看了 因為有關於你荷包的問題 就是呢我們有整理了一些 比較優惠的方案 小葉聽說 最近有一波是針對旅行車 有一些特別的優惠啊 沒錯 好 是這樣子的 因為我自己也很喜歡旅行車 所以關於這方面的優惠 我特別有關注一下 因為我覺得不知道 是不是一個剛好的默契 還是什麼很多車廠 剛好都推出了旅行車 這一塊的優惠 第一個我們先講 新發表好了 我們都知道SUBARU的Vogue 最近它原本是只有 1.6升渦輪引擎 它現在的發表有2.0升 當然排氣量的增加 再加上原本的渦輪引擎的加持 性能表現很棒 可是它這個售價不到140萬 你就可以擁有268匹 所以我覺得這個 光是從這個價格 跟這個馬力來說 它的對手 比如說像是Mondell的Wagon好 像Mario的Wagon也好 或者像是我們比較知道的 Skoda的Octavia Combi-Eyes 其實比較起來 很明顯的LeVogue的優勢就出來了 再者是LeVogue 它有一些其他品牌所沒有的 第一個它有水平對臥 對不對 它還有一定的四輪驅動 所以它有這些科技 讓這個品牌的車型 個性更加的鮮明 所以光是這樣子我覺得 有喜歡或是你有喜歡旅行車 或是你有喜歡Subaru的這個消費者 就可以去關注一下 好 再來這一個是 也是旅行車 那就是Volvo Volvo原本坐旅行車就載行 對 北歐的生活就是要旅行 對不對 所以他們這個V60 還有一個頂級的性能版 叫做Postar 我們都知道Postar是Volvo旗下一個 很棒的性能車的一個部門 但是未來它這個品牌要轉到變成電動車方向發展 這也是剛才吳越所說的嘛 他們想要往這個方面去著力 所以呢 現在我們買得到這個V6Postar 它可能是你買得到最後Postar跟性能聯名相關的最後一款產品 這個就很值得收藏對不對 再來是它現在又推出了現金回饋價 從原本的333萬一次殺了26萬 其實光聽到這個其實就很吸引了 對 它這個動力我們大家都知道Postar幫它調校的動力這麼棒 然後還有專屬的全部的性能外衣 你開在路上再加上以後可能就會沒有了 因為我們都知道V60要改版了 Postar要轉型了 你這次機會入手可能就沒有了 最好最後一個是BMW 三系列我們也知道 它其實最近也即將要改款了 所以它就針對目前現有的三系列旅行車 它挑出了一款最超值的 318i Touring 它加上了這個原廠的M Performance套件 打造了這個Edition車型 所以它加這個全車外觀套件 比如說像是燻黑的一些設計 人們說每個成功的男人背後 都有一個女人